現在世界上三大只留在做這件事情 如火如荼 歐姆 中國 跟日本 前面我講到現在黑河和山的燃料 用5%再把鐵鏈出來 用到中間的90% 那個叫做第一層是鐵鏈在填煩 第二層 下面我剛剛講的 白山柱再用加速器組合 再放到核反應爐裡面讓它消失 這是第二層 這個就是兩層策略 兩層策略 兩層策略或一層策略 你要不要再循環或者不循環 是十年前大家講了三十年 你要不要循環不循環 要不要循環不循環 現在這十年又多加一個名字 你要不要循環不要循環 要循環最後還是要把核廢料 再去把它消除掉 它的意義在這個地方 這個就是加速器的組合 來如何消除核廢料 加速器從那邊來 它把一個直指加速加速 這樣很快 我剛才看到這邊有十萬EV 那個電子圖片 有個圖表 對不對 這邊一百萬電子圖片 一百萬十萬電子圖片 那這個呢 現在大半平台桿 是一千個打碗電子圖片 不是一個GIGA 電子圖片 能量進來 直指打進來 直指打進來 直指打進來以後 打到這個 我今天講到很多名字 靈界 非靈界 非靈界 非靈界的意思 就是說 這裡面的布 或者釉 量不夠 它不能達到靈界 它自己不會連去的 像那個煤氣再給你烤肉一樣 它蠻中斷 你忠誠不夠它的中斷 因為它忠誠不夠 外面氧氣不夠 或者是 我們要被訓練 它斷面去去斷面去去 它的忠誠沒那麼高 它的氧氣沒那麼多 所以跟煤氣燒 反正連續反應 它就打不到靈界 這個就是非靈界的 合反應器 當那個直指 開始打到一個 這個 劍把 產生這麼多的 中斷 因為它裡面的 自己本身的中斷不夠 怎麼辦 我靠外界來打 產生外界的中斷 所以 它就把裡面有 有足夠的中斷 把核廢料 MA 就放在這裡 把它削掉 讓它這樣 為什麼可以發電 因為它的發電量 10%拿來 共比雷加速機 所以它有 近乎 所以這個 核反應器裡面 90%拿來發電 自給自主 所以它又可以發電 這個 這個不是只在旁邊 這個 這個直指打到的劍把 這個高速的中斷 這個是一些病例 因為我要告訴你們 對 你要消除核廢料 因為這個 這個話題 這個組合 在近十年裡面 你們會看到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而往上 或者是報紙上 搶到不清不楚 OK 那這個是要消除核廢料的加速器 因為加速器不夠 我們要配合的一個 赤零界的核反應器 所以我叫做加速器組合 挑釋核廢料 所以我編出來 這五個大的 什麼叫做 重點看數 作為比較 哦 這個核一是BW 核三是PW 哦 這什麼有概念 有概念 這個 這個 核一是發電量多少 核三發電量多少 你又有概念出來 那 這個東西 在進後十年 二十年 你會看到越來越多 用核廢料越來越多 核廢料越來越多 核廢料要處理掉 這個機器把它處理掉 這個機器是什麼樣的機器呢 所以用這五個重點來講說 哦 加速器的能量 或者是 子子吞出的這個量 劍拔 這什麼劍拔 什麼物質 被快速直打了以後 產生了二十倍 甚至一百倍的量的中指出來 這是什麼劍拔 這是什麼劍拔 我給你講一下 PB是 鉛嘛 LED KITANIUM 一個金屬房 一個 鈦 鈦 鈦 它也是 核廢料 有人來賣馬利西雄 這是什麼美麗 就是那些東西 不是 這一個 LBD是 LED 電碟 BPB 輸廢 為什麼來講 我網上看 網上看著它的報道 看了一半以後 所以這個 加速器呢 大大的發展 就是我們下一代 核融核的牌人 这个耳龙非比龙岩,跟合荣和这个龙不一样,字眼一样而已 为什么?它是很确计,两种金属混在一起 第一个字是龙,龙点,它工作很高,达到龙点后就变成液态,混在一起,就融合在一起 英文字叫做Eutectic,此龙非合荣和产生的下一代,还没有做成融合,不一样的 希望录影不要讲的意思,因为我们在中华民国有一个人物,好像是总统级人 其他国家都在坐边的时候,俄国为什么没有直达处理呢? 因为它地大误国跟美国一样,我的合随道帮助放的话 我有很多的余律资源,我要射出一个抓住气,抓住合随道的话 我要把这个组合最optimal 哦,中国要做些事情 哦,好,可以,对不起 对不起 对不起 那还印度也有在做这张的事情 我现在跳的东西啊 对不起啊,我今天跳的这个东西来讲 是因为,这个图片告诉大家 这个概念都是直上谈的 这个是五六年前,很多国家合资 在瑞士有一个很大的核电文学研究院 叫做PSI,PSI最上面的,Paul Sherrill Institute 很有名的,他们已经做出来 就叫做实验型加速器组合,也做完了 因为加速器组合来消费料 不需要任何重大科技上的突破 你只要去做 所以现在的功夫叫什么 英文叫做Prototype Prototype 意思是说 我们做一个大型的实体 那个实验型 来做中文,看一个设计的铁字 那样弯干嘛 用设计上面一些小小的改进的地方 收集一些咨询 原来我大量度就开始了 我损失很多 我们做这个叫做Prototype 现在他们的三大九楼就是在做Prototype 这个不是做Prototype 这已经做完做好了 你在五年前已经成功了 这个咨询发展到各地 日本也先参加了 好,我也回家开始 我做自己的大型的 这个网上很多人可以看到这个图片 它的意思是介绍 它加出去驱动赤灵界和盘旅 这个是欧盟做的 它的实体是在比利时 最大推动力的国家是法国 法国他提别人提面的 他必须要做别人的事情 他必须要做别人的事情 大量的物资 正式加出去 石子打进来以后 想做很多东西 这个是赤灵界和盘旅 日本的设计 日本的设计 它有两个交出去 这个是赤灵界和盘旅 为什么要两个交出去 原因是因为在很多地方 因为那东西 只是打东西 因为高温 在核安全里面要做安全分析 这个也做安全分析 只能安全分析说 万一你要关气的话 哇,你这边高热 突然变成没有燃量的话 它里面就会更成 这个结构就会断裂 所以呢,我要关的话,我先关一 所以它这个材料帐 不会总做这么大的热压 所以它有两个 哦,这是日本的赤灵界的内部 这里面做了很多的研究 但你这个剑靶是做圆形呢 还是不要做圆形的 它会得到最多的这个 供质量出来呢 就是深入的研究 这是中环的研究 两层核燃料的策略 第一层核燃料的策略就是 前上的那个是百分之五 就是百分之五 然后再提点了百分之九十 然后最后像百分之五的核费量 就跑这边来 这是中环联工的 这是我卡比较普遍 这是中环联工国下的那个 赤灵界和反应毒的构造 这个是中环联工国的时间表 他们现在正在做这个预备形 然后它的二零二年 它做成这个实验形 然后最后还要登陆泰 就是它的这个野心 它的计划